最新的脸线来关心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在今天项目持续 在本命区台北跟另一位候选人 张其路一同撤上 他抢拼选票最后的关头 而曾任陈水扁医疗小组发言人 民众党立委候选人陈招兹 今天在领书号召洗日饼友 呼吁了总统要支持柯文哲 我对此柯文哲最新回应 我们时间脸线张书涵 对您来致敌 哈啰观众 我们来关心选战倒数一天了 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在今天下午仍然是选择 在自己的本命区台北来进行车操 后面中您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支持者 是拿着民众党的旗子 还有国旗在路边挥舞 要跟柯文哲打招呼 不过还是有少数的民众 看到柯文哲的时候 是比出了道赞的手势 而就在这个黄金24小时 各堂也在抢拼选票 曾经担任这个陈水扁医疗小组发言人 也是现在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陈钊姿今天就在脸书 号召席日的贬友们 要总统要来支持柯文哲 对此柯文哲有最新的回应 麻烦那你来听 主席晚上要请 主席我看陈钊姿 号召席日的贬友 可以看到困着被问到的时候 是停顿了几秒回应 不停我那要挺谁呢 而就在今天晚上呢 也是这个选钱非常重要的选钱之业 民众党呢则是选择在凯道要举办这个 公民凯道之业的晚会哦 现在呢报名的人数在网路上的报名 已经有超过三万五千人了 不过这边媒体问到啊 柯文哲会不会在凯道上举办这个造势大会 会有一些人数的压力呢 对此柯文哲没有再多做的回应 快速的快步离去 一张文章到今天消息 在把时间尽头 就很跑内 前总统陈水扁昨天已经 PO出了民营图 而且写下了台湾的选择 一方各地讨论 时事评论员呢 谢寒冰他直言 阿扁此时此刻 跳出来支持某人 当然会吸引一部分 支持他的选民 但柯文哲路线跟阿扁 有所不同 支持者可能也会有所疑虑 来听听他的分析 我个人认为其实最贼的是阿扁 因为阿扁 你说这个台湾的选择 那问题他六天前 他发了一个什么 在路上 那当然我知道阿扁 对赖兴德绝对是不满 因为赖兴德过往是怎么样 被阿扁栽培 然后一路好像讲的跟真的一样 说会帮阿扁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为了选举就把阿扁丢包了 那可是我也必须说阿扁 跳出来去支持某人 或不支持某人 其实会吸引来一部分的支持者 我相信 但是也会推走一部分的支持者 实际上阿扁今天发 昨天发这个 对不对 台湾的选择 今天陈昭芝已经直接讲 直接就是写点书呼吁 呼吁大家说 就是谁没有去拯救阿扁 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他要那陈昭芝 当然是要支持柯文哲嘛 那我个人是觉得 阿扁其实跟陈昭芝 同时做这种东西就有点多余 柯文哲的支持者是来自四面八方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 当初陈昭芝进入部分区的时候 其实民众党内很多人就开始在质疑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跟阿扁的路线是不一样 可是陈昭芝是明显挺扁 那现在阿扁 如果这个讯号就代表阿扁挺柯文哲的话 那对民众党的某一些人来讲 可能是会有疑忆 太阳芯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芯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天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芯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